KanGoo Hello 大家好 看看這週有什麼創業新聞呢? 麻煩你答我 毛利頭包裝成賣點 燃蜜難到靠負貧平彈起 負面評價一直是各大品牌最怕遇到的事 生怕處理失當會被推向輿論封口 相遇隨時毀於一旦 有人卻反其道而行 將壞口碑當成宣傳噱頭,贏得廣泛關注 瑞典燃麥奶品牌Oatly便是近年的搞搞者 他將顧客對產品的負評、無關痛養的資訊通通印在包裝之上 結果風美歐美市場並掀起搶購熱潮,令Oatly業績扭規為盈 1994年創立的Oatly,主要生產燃麥植麥奶產品 其招牌產品燃麥奶更是針對素食者、牛奶過敏人士 以及乳糖不耐症患者而設 然而近年Oatly的廣告不再強調產品的營養價值 這是品牌CEO Tony Peterson的市場策略 比起硬銷產品,Tony更注重向顧客傳遞品牌的價值 2012年,Tony接著Oatly,著手革新品牌的形象與定位 他委任John Schoolcraft擔任創意總監 二人聯手將Oatly和傳統的燕麥奶製造商 轉型成為講究生活風格的品牌 改革的第一步,就是重塑燕麥奶的包裝 改用卡通化的設計 並刪去他們認為無聊的燕麥字眼 再再合指每一面加上胚鞋的內容 至於營養成份表,他們則幽默地寫上無聊 但很重要的字句 Tony和John將Oatly的包裝盒變得充滿滿味與歡樂感 更讓他變成可以傳達信息的平台 他們大方地將顧客回饋展示於包裝上 例如客人形容燕麥奶口感像時 他們還在旁邊補充 這位客人第一次學Oatly的燕麥奶 覺得味道像燕麥 因為他本來就是燕麥造的呀 有一次,Oatly為兩位年輕女性在燕麥奶上刊登精有廣告 並列出其集偶條件 結果收獲超過10萬人的認證 令品牌大收宣傳之後 善用無厘頭文字及故事 表現出其有趣、貼心的一面 讓Oatly久別於市場上其他植物奶飲品 在競爭激烈的超市貨架上脫穎而出 人們愈是願意將Oatly在手中閱讀者 歇與消費無關的內容 Oatly便愈有機會觸及到更多的潛在消費者 Tony的創意營銷策略 若Oatly的定位從牛奶替代品上升 至一個具有獨特性的品牌 刺激產品銷量翻倍 一連合Oatly便錄得超過2.16億美元收入 成功走出虧損困境 大家可能會憂慮 主動公開產品的負評 不會將客人客走嗎? 撇開本身產品質劣與否 從Oatly的例子來看 Oatly的由負面信息獲得市場注意 但品牌曝光的不只是負面部分 而是連帶優點都讓大眾看見 所謂甲之紅獎 月之披霜 百貨英百客 二類也會有捧場下 而且 連負評都願意花時間閱讀的人 代表著他們希望獲得更多關於商品的資訊 換言之 這些人才是最有可能將產品放進購物車之中 好,今天先看到這裏 多謝大家 Bye Bye Kangu